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后来皇上发现被执行过燕行的人特别适合在宫里死后人 一个呢是他已经不能算是男人了 所以也就断绝了非这么和他勇敢的可能 而且被执行过燕行的人是不会长胡子的 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在日常中不像真正的男人 有那么多需要处理杂事 当然了在宫里死后人的太监 已经不是被执行冤刑的犯人了 而是自怨的 毕竟是在宫里 伺候的人也是非富即贵的 谁一开心赏他们眼就够花很久的不是 而且当太监也是可以结婚的 历史上从汉朝开始就有太监取心这回事了 这里说的太监可不是为爵爷那样的假太监 而是真正被静过身的真太监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曹藤了 说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熟悉 可他却有一个出名的孙子 那就是曹操 曹藤当年因为被当时的皇上喜欢 所以权势越来越大谋 后来甚至当官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不用再伺候人了 之后也有件让他很恼火的事 那就是权力越来越大钱越来越多 可是自己偏偏是个太监 这钱有再多都没用啊 所以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去领养一个 而如果领养的是个大孩子肯定不行 只能从小孩开始养起 为了照顾一下孩子的心理成长 也就娶了几个老婆装装样子 当然像曹藤这样的还是少数 更多的太监娶老婆的例子是在明朝时开始的 毕竟明朝的时候太监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 从专门伺候人的姚真一变成了国家情报机关了 你想想这权力得有多大 而且当时董场的探子也是没事 就会出去溜达溜达执行公务的 有那么几个名义上的老婆也是工作需要 只不过后来越来越多 那太监感觉这是一个挺好的掩饰自身缺陷的方法 于是纷纷年开始效仿 而由于当时董场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皇上也就睁一只眼闭只眼 而且国家大事还忙不过来呢 谁有空去管你们 就算是你们和她的妃子有脸又能怎么样 你还依旧是个太监不是 你还依旧是个太监是个太监是个太监